第12题第12题13题是题主 老师准备了下列4个金属饰品给学生测量 饰品1体积20立方公分密度每立方公分8.0公克的手环 饰品2体积15立方公分密度每立方公分9.0公克的项链 饰品3体积10立方公分密度每立方公分11.0公克的耳环 饰品4体积5立方公分密度每立方公分20.0的介指 请根据上述资料回答下列12到13题 第12题是问上述4个金属饰品哪一个饰品的质量最重 我们的已知条件给了体积跟密度 根据我们的公式D等于V分之M 我们晓得质量就是体积去乘以密度 所以饰品120立方公分密度是8 所以质量是160公克 饰品2体积是15立方公分密度是9 算出来的是135公克 饰品3它的是10立方公分 那么它的密度是11 所以算出来是110公克 那么饰品4那么它是5立方公分 那么它有20所以算出来是100公克 所以我们的质量最重的是饰品1 手环 所以第12题问我们说上述4个金属饰品 哪一个饰品的质量最重 我们答案选择是珠 手环